联合国安理会2094号决议案的通过是美国和中国在朝鲜最新一轮核事报之后谈判了几个星期达成的结果 美国官员说中国的态度是改变朝鲜行为的关键 中国是改变朝鲜行为的主要关键 他们是朝鲜最近的邻居 他们经常是朝鲜的保护者 当然也是朝鲜的盟友 他们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已经有相当时间 所以我们运用不少外交努力来加深我们与中国的对话 对他们提出我们的看法 认为在朝鲜议题上还有和平解决的外交途径 虽然中国支持安理会有关对朝鲜进行制裁的决议 但以往中国执行决议案的情况让专家对安理会新一轮的制裁是否能收效并不乐观 说到惩罚性的制裁 中国从未做任何事情来执行这些制裁 它从来没有公布制裁清单 我们可以统计一下有多少实际上应该被禁止的奢侈品 仍然可以在各种决议案的制裁下继续不断地通过中国进入朝鲜 所以对于惩罚性制裁的执行 我不预期中国会做些什么 诺兰说 中国多年来坚定地支持朝鲜 并且对平壤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主要是基于中国自己的安全战略考量 朝鲜对中国有用处 它是中国和它的两个主要对手 美国和印度地缘战略竞争当中最有用的抵押品 朝鲜可以让巴基斯坦和伊朗发展他们核项目里的导弹 给美国和印度制造问题 朝鲜是中国边境旁一个社会主义的兄弟盟友 它保持了朝鲜半岛的分裂 让美国军队只能待在38度南边 所以朝鲜对中国是有其用处的 在朝鲜不顾国际反对 违反联合国决议案第三次进行核试验之后 中国内部主张对朝政策改弦更张的声浪也开始加大 纽约时报报道说 中国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邱元平 在3月7号全国政协的一次小组讨论上 提到政协委员 有关中国应维持或放弃对朝鲜的支持 以及辩论中国与朝鲜应该是打还是谈的问题 金融时报一篇报道也说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副编审邓玉文 最近更在该报发表文章 认为中国应该放弃朝鲜 因为平壤已经失去他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究竟朝鲜是否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负债 中国对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器的挑衅行为 是否坏有红线 中国对平壤的政策是否正在发生质变 我觉得还没有发生质变 但是离这个质变很接近 这主要看北朝鲜的反应 如果北朝鲜完全把中国 最近对北朝鲜的压力 认为是朝中关系的决力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值得变化 否则的话 我想中国还是会在北朝鲜问题上面 一方面通过联合国 通过各国际组织来限制 来制裁北朝鲜 同时也不希望北朝鲜的政体 发生非常举烈的变化 这个我想中国领导人的观点 立场应该是清楚的 李承说 无论北京是否与平壤决裂 朝鲜并非没有自己的盘算 北朝鲜始终在玩他自己的牌 我想中国领导人一定会有很多原因 对北朝鲜的举措不满 中国不管怎么讲 对北朝鲜还是有很多的牌可以打 包括经济的援助 电力的援助等等 但同时我想北朝鲜一直在寻求 他其他方面的一些资助 或者包括跟美国 他也有很多互动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关键是取决于北朝鲜 是不是认为他不再需要中国 或者是要寻求另外的政治靠山 或者对中国也有很强烈的一个反感 这个反感变成公开化 这些我想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 或者短时间当中 我们会得到结果 尽管国际间对平壤加强制裁力都 不过北京当局仍然重申 中国对朝鲜的一贯立场 强调制裁并非说服朝鲜 放弃核项目的最好办法 中方始终认为 制裁不是安理会行动的目的 也不是解决有关问题的根本办法 标本监制 通过对话 全面均衡地解决各方的关切 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避免半岛 深战 深乱 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 也是各方建负的共同责任 安理会2094号决议案阻止任何可能协助平壤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资金移动 加强相关人员的旅行禁令 并扩大与朝鲜军方有关公司的黑名单 制裁措施也加强出入朝鲜的货运检查 并禁止各国向朝鲜输入如油艇、珠宝和豪华轿车等奢侈品 朝鲜拒绝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并表示其核项目不会因制裁而削弱 他还对美国和韩国发出威胁 宣称要先发制人发动核攻击 对此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 这个星期再度呼吁中国在终止平壤核武器的目标上 加强对朝鲜施压 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 曾晓英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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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 下注视频道 小双甲田 别北盲 明日 来 来 感谢观看